噢噢噢 噔噔 噔噔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來看看我這支的 新裝備 這裝備就不是 人的裝備 是我的單車的新裝備 這隻手把 是跟我現在用的 同一款 同一個系列 都是舖系列的手把 無緣無故 我為什麼買過一隻 新的手把呢 我之前就拍了一段影片 有一幕裡面是拍著 我的背影在踩單車 我剪片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手 有一點點撐得比較開 我自己踩的時候 我不是很覺得的 但是我拍了一條影片出來 看到我背影這樣踩單車 是發現我的肩膀 和我的手 是有一點點 比較偏向外了 所以我就想買 買手把應該可以 買多小一個尺寸的 如果那個尺寸 太大的話其實是比較容易 累的 我自己現在踩 又不會說真的很累 但是如果我買了這一隻 多小一個尺寸的手把 不一定我可以再更加 踩得舒服一點 那就可以更加肥了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隻 我本身是用42的 那我現在就買了40 可以在這裡看到 下面這裡 它有一個尺寸顯示 有四個尺寸的 那我現在用的那一隻手把 雖然說都是Pro 但是舊一款來的 這隻是新一款來的 那舊款和新款有什麼分別呢?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是一些花紋 有些不同 它這隻是以黑色為主的 我舊款那隻就是多些 白色的一些細節位 一些花紋 這隻就是少些花紋 鋁合金的手把來的 我最初買的時候 我有考慮買不買 它另外一隻 再新款一點的 再新款一點的手把 是近期推出的 那它近期推出的那隻就是 破風型的手把來的 那它現在就出了那一隻 新的系列 就是鋁合金的破風 但是我最後是選擇了這隻 鋁合金的圓靶 我喜歡圓靶 所以選了這一隻 一隻普通的手把 後面就有些說明書之類的東西 那我遲些有時間的話 就會拍一段片 是我換這隻新的手把 換到車那裡 好啦 那今天就是來分享一下 我這一樣的新的裝備 下一次又分享一下 其他不同的東西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哈哈 還有沒有 很幸運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